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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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古奇來點名 那今天整個大盤呢 上漲 連續的漲第四天 漲到第四天以後呢 接下來 我標題怎麼寫 我說你連續漲四天以後 接下來 然後呢 你要怎麼操作 要不要賣 哪些股票要賣 還是繼續報 我記得在10月初的時候 10月傑在這裡 我說開始要漲了 10月中 我說開始要漲了 你也是看電視 你有買嗎 這都標題啦 這不可能欺騙 也不可能更改對不對 10月的車 你以前在看電視啊 這10月的車 這還沒漲喔 還沒有跌喔 這跌下來囉 這重挫喔 這重挫喔 接下來呢 再給李莎 一樣 因為10月23呢 它已經變成 台子11月了 之前10月初呢 它是台子10月 跌到這裡 對不對 它是繼續跌 它是繼續跌 接下來我說 它要緩轉了對不對 我是這裡 這裡 跟這裡都抓到了 它要緩轉了 結果呢 到今天 連續漲4天嘛 台子旗的部分呢 從這裡往下跌跌跌 到這裡我說要緩轉了 結果它上去了嘛 觸及9800壓力區 我說空單流昌 今天還是流昌 那今天指數呢 有往上走 所以我今天呢 我今天空單 是被嘎的 但是呢 到今天 因為還沒有平昌 沒有算對不對 到今天之前 我台子11月 從10月17日開始 已經平昌了 總共賺了521點 一口多 大概賺了10萬塊 這是台子的部分 那我們有時間 再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我們講大盤 因為大盤是投資人最關心的 我說連續漲4天啊 然後呢 你是不是跟之前一樣 繼續看電視 都沒有動作 還是你前幾天呢 一定把它賣掉了 會不會賣太早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這幾天 一直跟大家談到環球晶 環球晶類類 這是稻軸天 它漲上去了 這是華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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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國劇類類 那今天呢 國劇繼續漲 華邦電林世宏 環球晶今天又漲停 連續4天 我們找盤這裡呢 出清了 那這幾檔股票裡面 哪一檔最強 環球晶是指標嘛 連續漲4天 昨天領先漲停 今天也漲停嘛 它是有指標 但是連續漲4天呢 短線上呢 我們覺得這裡有一點壓力 所以我們把它出清 沒有關係嘛 賣錯了再買回來就好啦 就當作作價差嘛 那我們再看一下呢 華邦電就比較好 華邦電跟其他股票好在哪裡 最近套牢最嚴重的是什麼 記憶體 被動元件跟矽晶圓 對對對 還有一些iPhone族群 那記憶體裡面 包括矽晶圓 包括被動元件 這一些套牢嚴重的族群 華邦電算是最強勢的 因為它突破這個位置了 還沒有一檔突破 它為什麼會突破 為什麼它續強 為什麼比較抗好華邦電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談 我前幾天有跟大家講到過呢 它前三季已經賺了 1.65元 股價11塊 怎麼會有這麼便宜的股票 那我們先回過頭來 我們第一段 我跟大家談 大盤在這個地方 電線去四港對不對 接下來呢 你一樣在看電視 你的股票如果去四港 如果拉回呢 那你的股票會不會破底 還是在這裡主力往上走 你要搞清楚嘛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你要搞清楚這張圖 你的股票是股底要往上走的 還是只是跌升反彈 大盤還會繼續跌 那現階段來講呢 我們先回到大盤 我記得昨天 10月份 10月31嘛 月K線出現類類 我跟大家談月K線 這可以覺得相當長 上下大概得了1500年左右 留一點點下影線 一個月就這麼多 怕撈一堆人 事實上有很多股票呢 可能在9月在10月 甚至在去年已經做頭部了 華邦店就是這樣嘛 南亞科也是啊 他的去年已經頭部形成了嘛 可是這大盤的K線 這一根長黑 一次跌完對不對 是不是跟這裡有點像 這裡分三個月分三個月跌 可是弧度差不多嘛 這裡主底往上走 這裡主底往上走 這裡有沒有機會主底 你要去想喔 選舉勝多少 剩不到一個月啊 這裡有沒有機會主底 我這樣跟大家談 重點是股票嘛 就好像選舉的時候 重點在經濟對不對 那操作這個呢 重點在股票嘛 我們首先看大盤 我剛剛跟他秀這一張圖對不對 我是不是這個轉折抓到了 這個轉折也抓到對不對 這裡勾上來我也抓到了嘛 目前到這個地方 這個高點10127 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9740 這裡變成壓力 這裡變成支撐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是月線 月線目前來到這個位置 大概是9950左右 它即將觸及月線 那以技術分析理論來講呢 通常這樣往下跌的過程 來到這個地方對不對 這裡是壓力 這裡是支撐嘛 那為了要怎麼操作 我們先看一下呢 國際股市 因為今天晚上呢 稻窮很重要 因為台股最近呢 都是跟著美國股市在走 美國股市漲它就漲 跌它就跌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地方 為什麼一天跌到600點 這天當時 這天10月11日嘛 前一天 10月假日 10月10號休息 可是10月10號呢 稻窮重挫 所以台股往下跌嘛 那同樣的這一天往上漲 也是稻窮漲 那稻窮一樣 它的K線一樣嘛 跟台股一樣對不對 對照一下 對照一下 是不是跟台股一樣 那目前是不是卡在這兩個中間 那稻窮也是嘛 那既然台股都跟稻窮同步 那你要去了解今天晚上稻窮怎麼走 然後明天台股會怎麼走 你可以預判嘛 甚至台子期你可以預先估算怎麼操作 那稻窮的高點在哪裡 這裡是25817 那這裡呢 大概是24000多 24000多 那目前在這個位置 它昨天為什麼流上引線 因為月線下來了嘛 因為月線下來了嘛 因為月線下來又有壓力 它流上引線對不對 就跟台子一樣 台子月線在這裡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說 連長四天以後 你要怎麼做 然後呢 明天你要怎麼做 我簡單的跟大家回覆 重點是你的股票 那大盤呢 我們做一個推估 我們用這一張圖 我來推估11月的走勢 目前在這裡對不對 這一條是月線 月線一個月前 它扣底是這個位置 所以月線在向下的 它會慢慢往下走 那如果說大盤 因為11月24號選舉 距離多久 不到一個月嘛 那如果大盤在這裡 能夠在這裡撐住 我相信多少會有護盤啊 道瓊也一樣嘛 它如果能夠在這裡撐住對不對 那這裡會形成一個什麼架構 左肩底右肩對不對 它會形成一個頭肩底嘛 那這個前提是 它要守住這個支撐對不對 然後拖到月中 然後接下來11月24號選舉嘛 那選舉以後呢 如果是有比較好的結果 它就往上走了嘛 這個就變成一個頭肩底架構 這如果是在推估11月的走勢 當然你一定要去配合道瓊 因為道瓊美國一樣要選舉嘛 美國最近這幾天它的走勢 因為台股是跟美股同步的 那這樣講就會比較清楚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個股 大盤連漲的四天 這10月是重挫的嘛 那如果跌升反彈的股票 籌碼亂的股票 你應該趁這個連續往上走 這就起來 10月份沒有在期四天的啦 都漲一點點 最近漲最凶對不對 這些股票你要找機會把它賣掉 那如果籌碼穩定的股票 那如果籌碼穩定的股票 你應該找機會 在第一檔去做個換股去做個買進 那這樣才是目前你應該做的事 所以連漲四天以後呢 然後呢你應該怎麼做 你看一看你手中持股 該賣人賣 然後現金留著去買一些 由一些籌碼穩定的股票 下一段我要跟大家做說明 休息一下 200927810909 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那今天早盤呢 我們給會員的一個建議就是什麼 大盤9800到1萬呢 是密集的套牢區 那今天亮珍緊緊漲對不對 來到9850 手中持股都會觀察 同時我們今天也賣了一些股票 趁網上連續漲四天呢 譬如說環球金縱然今天漲停 我們也是一樣把它賣掉 找機會再做回補 或者轉進其他一些股票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呢 這一張股票其實這一張圖 非常非常久了 大家應該很清楚 它足底兩年 週K線從300到100 在這裡這兩年 這兩年大半在這裡一直漲 漲翻天了 它沒有漲 為什麼 因為它籌碼不穩定 外資不買 大股東也不買 它一定要等籌碼穩定 它才會往上拉 那籌碼什麼時候穩定 你只要一年不漲 就穩定了嘛 賞戶沒有那麼大耐心 那我跟大家談到呢 旋骨的條件 第一個低位階 一定要重挫嘛 這是巨陽 我前一天就講了 一定要重挫對不對 對三百落到一百 這樣是重挫嘛 它為什麼漲不上去 因為融資太高 第二個你要看籌碼 籌碼要穩定 第三個才算基本面嘛 那投資人為什麼會套牢 細晶圓套牢被動元件 是因為它看的順序倒反呢 它先看有沒有成長 有成長就繼續買對不對 但是籌碼不穩定嘛 我用另外一張圖 跟大家做說明 這是週K線 這裡是兩年 這是日K線 在跌的過程當中 融資增加 種挫的時候融資增加 這代表什麼 代表跌的時候呢 賞戶去買嘛 因為基本面很好 或者跌的時候再去加碼 所以越跌融資越多 但是這一段時間 法人一直在賣 跌了一百塊 對三百落到一百 為什麼一彈總是到一百五就掉下去 因為融資沒有減嘛 你融資沒有減 難道大股東拉上來 讓你在這邊的人解套 不可能嘛 所以呢大股東就會跟你耗嘛 法人也不會買 就一路耗 兩年了耗到融資減少嘛 耗到掉下來 融資減那麼多對不對 然後你看法人慢慢買進嘛 慢慢買進 再跌 融資再減 法人再買 到這裡呢 融資減不下去了 法人大買 就上來了嘛 它是不是就上來了 你再看一遍嘛 這個叫籌碼 你要融資減掉 那融資在這裡賞戶它不會 有耐心爆兩年嘛 所以融資大減以後呢 這個地方法人進來了 大股東也偏多 所以上去了嘛 那這個是 多久 這裡疊下來一年 足底兩年再三年嘛 這對 一百零四年嘛 那我們再把它回過頭來 我們用這張圖 一樣 這一百零四年十月 農值增加對不對 然後足底兩年 這兩年過程你要怎麼做 就是我標題寫的嘛 跌升的股票 你做價差對不對 如果它籌碼一樣是在高檔 你就來回做價差 但是價差不是那麼好做啦 我做價差都有賺有賠 你怎麼可能在這裡價差 抓得那麼準 但是當融資減少以後 這個地方就好做了嘛 融資一路減 這裡到這裡多久 三年嘛 一百零七年八月 我用日K線 這裡就很清楚 八月在這裡嘛 一一路整理對不對 融資在低檔嘛 當法人進來以後 他就上去了嘛 融資還是在低檔嘛 法人進來他又上去了嘛 從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七 他昨天 他還創新高 今天拉回嘛 但重點不是說這個地方你要不要追 我還是建議你逢低買進 但是重點是你怎麼樣去選擇股票 那為什麼在十月份重挫 在九月盤不好的時候 它並沒有跌 所以選股的條件是怎麼樣 籌碼要穩定 基本面成長 法人自然就來嘛 法人不來大股東也會來 那接下來我用這個邏輯 跟大家談華邦電 為什麼我比較看好 因為華邦電在跌的過程當中 融資在減嘛 當然法人買的不夠多 如果法人繼續買的話 他就有可能往上走 你看他的走勢很好笑 這要下樓梯對不對 下樓梯嘛 可是這裡上樓囉 這裡突破了嘛 他有沒有機會 就開始往上上樓梯 籌碼面嘛 籌碼穩定了 基本面OK 法人接下來就法人 要不要進來 法人如果進來 他長得比較快 法人不進來 只要大股東不賣 他就不會跌身嘛 他就不會破底 那類似這一類的邏輯 從巨洋 從華邦電 我們再看這一檔股票 他也是一樣嘛 問題在籌碼面 籌碼穩定 再看基本面嘛 這也是重挫 不會漲對不對 來回 融資大減 法人進來了嘛 然後他是在低檔區 他還沒有突破這個位置嘛 你華邦電突破了對不對 巨洋也突破了嘛 他還沒有突破 賞戶融資再減 法人再買 類似這一類的股票 所以我說呢 大盤連續漲四天 接下來呢 怎麼做 我希望你把一些籌碼亂的 跌身反彈的 那些籌碼亂的股票 趁漲四天呢 我希望你做一個出清 或者做一個減碼 環球金我都漲停都出清了 然後呢 你在試機 找類似這一類的股票 類似巨洋 類似這一類的股票 這一類相當安全 他在跌融資沒有減少 你在這裡報你要報多久 那我們把這一段跳過去 類類直接 你把這裡如果是環球金 你把這一段跳過去 直接在這個地方進漲 華人已經買了 這樣是比較快 你不要把時間 全部耗在一些不斷的量縮震盪 甚至破底的股票 那個比較危險 這個呢 相對的籌碼穩定 基本面成長 它會比較安全 華邦電是一個例子 對不對 巨洋也是一個例子嘛 想賺錢的 你把電話撥通 我們休息一下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誉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磕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真逐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來到現場 再補充一下剛剛的資料 1477巨陽最近7月8月9月營收 大幅成長對不對 法人為什麼在這裡買 不只比前面成長 也比去年成長 而且台幣目前在貶值 對出口商會比較有利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我們看一看選擇權的部分 今天外資現貨買40億 其貨賣大盤漲42點 選擇權的部分有一點怪怪的 外資偏多自營商偏空 所以這裡如果扯平 這裡買這裡賣扯平 今天起42點 將近200幾點 代表大盤在這裡 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一個上有壓力 下有支撐的走勢 那PocoLacios從96來到98 現貨這我剛剛講了 自營商選擇權偏空 外資偏多 前四大交易人偏空 那這裡應該是中性的 上面有壓力 下面有支撐 這是選擇權的部分 那如果看11月台子期 這個地方 這裡我偏空嘛 我是說10月初 台子偏空操作 這裡留空單 這一疊賺300點 這個地方出現的時候 我要怎麼跟大家談 介紹在 底部出現了對不對 這個地方到這裡 我已經賺了521點了 它是往上走 那目前在這個位置 那你去算一算 跟這個地方 這個頭前底架構 它的壓力支撐在哪裡 那它的往上跟往下 我說過 期貨法輪的部分 它最近是中性操作 所以上面壓力 下面支撐你把它抓出來 最重要的上面一個鐵板 1萬點那是一個鐵板區 這是一個期貨的部分 那期貨部分呢 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空單流昌 還沒有回補對不對 所以指數的部分呢 從17號到夜底 521點 一樣這裡總共有 11趟撞521點 一口單 10萬多塊 那還沒有回補的單子呢 我們會繼續做一個追蹤 另外我跟大家談到 目前操作上 我們剛剛講到很重要觀念 滑胖店 紅海為什麼漲 因為融資減之大減 你要了解籌碼 那手中連續漲四天以後 哪些股票該買 哪些股票該賣 你要看位階 看籌碼 看有沒有成長對不對 巨陽講很久了 融資減 法輪增加 他最近為什麼股災 他沒有跌下去 這一檔股票也是一樣 重做到第一檔 融資跳水減掉 法輪進來 這檔股票 他有沒有機會往上走 那我希望你把握機會 操作不順利的 不管是期貨 或者股票 至於把電話撲通 我帶你佈局 晚安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 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